2月11号 王俊凯参加北电考试的片段传遍了网络 就当大家夸赞铁评之际 一个疑似北京电影学院老师的朋友圈截图曝光 这位老师发长文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心情 亚洲最高电影悬浮 难道也要靠簇拥跪探套垃圾拨去眼球吗 凡进入电影学院课堂之人 记住你的高贵来自于职业的尊严 来自于前辈的付出和奋斗 还我神圣学府一片净土 并表示让王俊凯有多远滚多远 且不说这样狂喷一个考生是否合乎常理 身为老师如此口喷脏话 那真的是有失人命教师的体统了 据悉TFBOYS对张凯在2月10号参加了北电议考的初试时 因为人气太高 导致全国各家粉丝媒体前来围观 让北电的考场堵得水切不通 堪比春运 据了解为了躲开高峰期 王俊凯已经选择中断过后的休息时间前来考试 被遭遇围堵 也并非自己能预想和设计的 《芒果拉新闻》每一位努力的考生都值得被尊重 报道